中国一直以来,就被外国人称为美食王国,因为有助成千上万种美食。 如果有挑食的人,在中国必定会找到很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。 因此,中国美食也深深吸引了一大堆外国粉丝。 那么,印度人既不吃牛肉,也不吃猪肉,那他们平常都在吃些什么? 那么,众所周知,牛在印度人心中是很重要的。 即使如今印度牛到了泛滥的地步,人们都不会去杀害他。 所以当小伙伴去到印度,为了入乡随俗也不能吃牛肉了。 除了牛之外还有猪肉,因为他们认为,吃猪肉是一件有失身份是事情。 大部分印度人终生都吃素的,不过还是有部分印度人还是吃其他肉类。 总的来说,印度人平常吃的最多的是咖喱和手抓饼。 印度人口味比较重,而咖喱和手抓饼,就很适合他们口味了。 还有印度人很喜欢吃洋葱,只要去到印度街头,就会发现街边的任何一种小吃。 印度人都喜欢加入洋葱。 可以说,洋葱是当地人的心头爱。 我们都知道,印度大部分的人都比较贫穷。 对于他们来说,不管好不好吃,只要吃得饱就行了。 看完之后,你们觉得印度食物的口味会适合自己吗?